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隔着桌子坐他对面 问他在画什么 所以他推过来让我看 是一张漂亮的图形 有很多细节 还在发展的过程中 他说没什么 只说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在画什么 但我看到的却是一幅虽然还没有完成 但却有很多内容的绘画 这样我开始明白他为什么可以一张口 却唱着没有你还是爱你和韦韦 并且感情好像比原曲唱得更加波涛汹涌 当初见到他 我当然是觉得要在真人口中拿到答案 他的答案却是我不知道 直到这天在看他画画的时候 我完全相信他了 他确实是不知道的 在声声不息的舞台上 直到聚集严明熙唱歌手作品的时候 我发现这位小姑娘不会讲大话 真实的不得了 比如他的不知道就真的是不知道 从事音乐工作几十年 我可以说是见过无数有才华的歌手 有天赋的人也真的是合作过不少 但像他这样 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够达到感情高位的歌手 我还是第一次见 有点惊畏天人 难道真的是有天后投胎这么神奇的事吗 但我也在这一生中见过无数有天赋的艺术家 身上有着他们也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灵感和艺术能力 我觉得这件严明熙虽然年纪还小 但是更像是他们一样 严明熙在香港人气很高 但是内地的观众对他并不熟悉 生生不息也是他第一次来内地与大家见面 出舞台他就一鸣惊人 以一手维维强势出圈 让观众见识到香港新生代歌手的实力 严明熙唱完 杨清华夸他声音很漂亮 曾在生梦长期担任过他导师的李克勤 更是欣慰又骄傲 对他的真假音处理给予了肯定 可口李文也很欣赏他 称他的声线漂亮得不得了 声音中带着哭腔 这也是他唱歌很有情感和感染力的原因 在舞台上他的表现也很稳 和在李文看来 严明熙天生就是属于舞台的 香港乐坛在传承这方面一直做得很好 歌坛前辈对于新人都很照顾 很提携他们 而严明熙作为现在香港歌坛地捧的一位新时代新人 也得到一些前辈的关注和赞赏 众多歌坛前辈力鉴欣赏 在节目里杨清花就表示很期待见到严明熙 因为他一直有在看他的比赛 觉得现在的比赛比他们当时还难 能夺冠确实证明很厉害 实力不容小觑 比赛期间歌声张学友也有注意到严明熙 两度在采访中cue到他 称他很特别 他也在比赛中唱过张学友的歌 能得到他的鼓励 对于新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荣幸和鼓舞 谭永林也在采访中跨过 称他是香港近几十年来非常难得的一位歌手 声音很有辨识度 莫文威也夸他的表演很专业 作为新时代歌手要好好支持他 包括任大华 苏永康等一众前辈都对他赞赏有加 声声不息播出后 严明熙微博也是狂掌粉 除了唱功之外 他的外形和个性也是极具个性 他被歌迷称为火星女孩 性格比较鬼马 有时候蹦出一两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厚重的眉上刘海 更是让人见过之后就很难忘记 他和胡定星长得还是有些像 因为年轻加上不俗的唱功 他的未来很可奇 现为TVB力捧新人 严明熙原名王家恩 爸妈都在内地 但他却是在香港长大 因为家里有弟弟妹妹 爸妈从小就把他送去香港的姑姑 姑丈家生活 起初他很不习惯 也哭过闹过 很想念妈妈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也习惯了 知道他们也是在陪伴着自己的 有空了 他们就会来香港看他 他也会到内地与他们团聚 因为特殊的成长环境 也让他的国语和粤语说得很流利 但因为从小没有跟爸妈生活在一起 他和姑姑 姑丈的关系更轻一些 他们也是他为亲生女儿 他参加比赛时 一直都是姑丈 陪在身边 赚了钱 他也都交给姑丈打理 严明熙当歌手是受到中国好声音的影响 他12 13岁就开始接触音乐 舞台 应惊人的天赋 短短几年就已达到如今的成就 周深就是中国好声音出来的 他也是严明熙的偶像 他开通 微博关注的第一个人就是周深 参加生梦传奇的时候 他就问过李克勤 有没有周深的电话 还称若是能要到他的联系方式 第一时间会跟他说 周深我爱你 生生不息开播后 也一直有人问 为什么周深没有来 这档节目还挺适合他的 而严明熙13岁以后 就报名参加了一些歌唱比赛 也在专业的音乐学校培训过 参加生梦传奇之前 他就已经拿过不少比赛的冠军 也接过广告代言 积累了丰富的舞台 比赛经验 正是因为前几年的积累 才让他在2021年参加生梦传奇时 有了那么惊艳的表现 参加生梦传奇时 他的老师找了大师为他改名 严明熙 和生生不息一样 在生梦传奇首秀 他就凭借一首 守望迈天出圈 之后一路势如破竹 成为节目的人气王 也一直是冠军的人文人选 他在节目里演唱的几首歌 点击量更是突破百万 最后他也不负众望 成为了生梦传奇专业评选大奖 观众热选大奖和 传奇星星三料冠军 并签约TVB出道 严明熙在TVB有多受碰 出道不到两个月 他就推出了个人首职单曲 真话的清高 还拿了两个奖项 他还主演了TVB的青春偶像剧 青春本末 在剧中饰演陈美的女儿 去年他还参加了 湾曲声明月中秋晚会 在香港会场 他和许静运 方立生等人合唱歌曲 狮子山下 他也在港姐决赛和TVB台庆晚会 当过表演嘉宾 在TVB跨年晚会 他也再次演唱了 首王麦田这首歌 因为严明熙还是一名高中生 一边忙学业 一边还要工作 他曾在活动现场 因身体不适筛道 短暂休息过后 又出来接受采访 红着眼睛的模样 让人心疼不已 严明熙出道以来 也是伴随着各种争议 此次他参加生生不息 也有人指责 他因以学业为重 但他一直都是兼顾良者 现在也得到了TVB重用 不趁着人气正旺 时机最好的时候 发展事业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这次因为生生不息 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 还有那么多前辈的支持与鼓励 严明熙未来可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